晚安 我们快去圣诞节 我们现在是替大家圣诞节快乐 我们大家一起祷告 天上的主 天上的爸爸 是我们的亲爱的父亲 我们在这个季节上 我们纪念你 纪念你送你的儿子到地上来 为我们活 为我们死 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控制 活在你的国度里头 我们为着你这样的做 我们为你感谢 谢谢你 你爱我们 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亲近 让你与同和好 我们祷告感谢 荣耀你 奉主耶稣命求 我们今天看罗马书八章一节到二十五节 这段经文 第八章没有结束 还有更长 但是我以为有 太多了 我们一天一根讲不完 那次我们下次的时候 把第八节看完 然后我希望大家会有一些讨论的时间 一些问题的时间 今天我们看一节到二十五节 其实这里头的内容 跟我们从一章到七章看到现在 其实这些结论都应该蛮熟悉的 比如说保罗的书信 究竟来说不是一直在讲先东西 他开始把整个这个讨论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到第八章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已经可以预料到了 如果你第一章到第七章全看懂了 神怎么样在一个罪恶权柄下的世界神怎么样修理它 改变更新这个世界 对不对 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我们上次谈到说怎么样毁世界 不行 因为他没有办法达到恢复世界的目标 他说可以说选犹太人 可是犹太人也没有真正的是改变更新 他们有了托拉没有用 有了亚伯瀚有了摩西 有了大卫 有各种先知们没有用 那这样来说 神到底怎么办 因此我们谈到说一个基本的问题 没有新人类就没有新世界 因此神要如果要恢复这个世界 更新它 它需要有一个新人类 这个人类有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 那我们知道托拉做不到这事 因为犹太已经托拉已经有上千年了 可没有达到更新 这样来说的话 我们已经马上有一个基本问题 托拉达不到 神要做一个新的行为 这个新的行为 怎么样达到神的目的 第一 第二 跟原来给亚伯拉罕 给摩西 给犹太人的托拉有什么关系 这是两个基本问题 在罗马书里头 第一 怎么样达到目的 第二 跟以色列的旧约有什么关系 跟他托拉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说 从第三章 罗马书第三章开始说 耶稣是新的施恩座 是约归的盖 是一个新的圣殿 这是托拉以外 来的神的义 对不对 这象征神的同在 然后呢 保罗解释托拉 他说 你看这个托拉 你从创世纪看到 生命迹里头 里头有很多规矩 没错 里头有安息日 里头有行割礼 里头要穿什么衣服 吃什么食物 全有 可你有没有注意到 在那些规矩来之前 亚伯拉罕 以色列的老祖先 他怎么样 跟神立约的 他是 依靠信 而与神有利的关系 他是因信 而称义 OK 这样来说的话 所有相信耶稣的人 他们靠信心 与神称义的人 反而真正是 是亚伯汉的子孙 对不对 因此信心称义的人 都是亚伯汉的子孙 那我们称义 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如果说 OK好 称义了 你们以后 你们 这是以后 漠视的审判 有这些外邦人 不相信耶稣的人 在一边 这边是相信 相信耶稣的 在这一边 OK 你称义了 你算是赢了 赢了是什么意思 赢了到底有什么后果 没有 OK 他们错你是对的 OK 对了就对了 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宣布这些 相信耶稣的人 他们算是对的 怎么样达到 神的目标 更新世界 对不对 这是一个 从罗马书第五章 第六章的时候 开始谈这个问题 我们开始谈到说 称义呢 基本第一点 让我们与神和好 关系恢复 对不对 第二 有这个盼望 神会恢复我们 回到 达到 上帝的荣耀 这是原来神创造亚当的时候 给了神的荣耀 在他身上 现在 这个 这个失去掉 现在有这个 有这个盼望 能够恢复他 我们怎么有这个盼望 我们怎么依靠这个盼望 我们对这个盼望 有信心 因为我们依靠 神对我们的爱 我们知道他爱我们 对不对 在我们还醉人的时候 让他的儿子 为我们而死 让这个国王 为我们而死 让我们 因此我们知道 这个神是多么爱我们的 如果他能够为 让他的儿子 为我们而死 他一定会达到他的目的 更新我们 让我们恢复神的荣耀 因此我们 我们说成圣 这是更新 人生命的改变 这个不是我们 能拼命 努力去做的 这是神的工作 在我们身上工作 这是多么重要 如果是靠我们 那我们 糟糕 那 这段故事里头开始 他保罗开始形容 这个死亡的国度 从亚当开始 托拉没有办法 克服这个国度 对不对 只有耶稣的信实 可以让我们 从这个国度中 把人救出来 那马上回到一个问题了 我们怎么从 罪的国度 进入神的 恩典的国度 那 我们谈到禁礼 对 禁礼是一个 一个概念 是一个 与耶稣同死 建立是一个 加入耶稣 与他同死 复活的象征 这是一个新创造 这是一个逃离埃及 一个洪水 应许的 进入应许之地的 这些象征 全包括在建立里头 那我们进入了耶稣 我们就逃离他 就永远活在 末世的国度里头 这是我们的复习 OK 那 这里到了上星期了 这第一个问题算是 快简解决了 怎么样达到这个目的 怎么样达到更新世界 让耶稣来 世上的人 相信他的 加入他 与他同死 同活 活的时候呢 就脱离了罪的辖制 罪的控制 有自由 可以活出神的国度 国度的理想来 OK 达到第二个问题 这个做法跟脱拉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跟犹太人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完全没关系吗 脱离了吗 就又不要读了吗 还是 这个脱拉到底有什么用处 为什么给 那我们上星期谈到说 脱拉不能更新生命 脱拉让我们有两个功能 它让我们知道罪是什么 对不对 因为罪 它让我们知道了解罪 可是罪在我们身上 应用我们的私语 使我们增加罪恶 对 所以我们对脱拉的反应 是更加犯罪 这样一来的话呢 这个增加的罪恶 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 神的国度和罪的国度的分别 罪的国度是一个 你是一个奴隶的生活 你看到一个好的 你反而做不到 反而更想做坏 哇 这个惨 这个生命不好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清楚 这个罪恶的问题 因此我们说 我们想脱离 我们看到罪的真面 使我们与脱拉的观点一致 我们跟脱拉的观点是一样的 这个世界是坏的 我们想逃脱离 可是在脱拉的基督下 以色列活一个 徒劳与 聚丧的生命 聚丧的生命 我打进去都不知道怎么念 聚丧 聚丧的生命 好 这是我们上星期谈到的最后五节 我在徒劳上认识了这些事情 就是我愿意行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 我是喜欢上帝的脱拉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脱拉 和我的心中的脱拉交战 把我掳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脱拉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 取死的身体啊 感谢上帝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这样看来 我以内心 顺服上帝的脱拉 我肉体却服从罪的脱拉 每分之两种脱拉 其实是一个脱拉是血的 可在身上有两种反应 一个是看得多好 神多美 多善美 另外身体说 越看得好 越想犯罪 这两个倾向 谁要赢 他的说 没有上帝 没有耶稣 没有灵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间 是犯罪的那个脱拉要赢 我们身体就是爱 可是呢 另外一方面 可是苦在哪里呢 知道是错的 苦在那里 如果犯罪不知道是犯罪 还好 不是好啊 不算是还好 可是比犯罪知道是犯罪 还继续犯 那更惨 对不对 更惨 你做那些亏良心的事情 知道是错的 还继续做 很惨 是的 老师 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托拉它在原文 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吗 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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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他们用 托拉这个字 只有指摩西五经呢 还是说 就是法 它的 其实真正 可以说说 我们要分两个 两方面 第一是犹太人的 希伯来文字 托拉 托拉是教导 不是法律 OK 可是 把托拉加在跟上帝在一起 或跟摩西在一起 就变成 摩西五经 也就变成specific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谈的是希腊文 它用的字是 Nomas 翻译成是律法 是lock OK 可是问题在哪里呢 他们 新约的他们用这个字 律法 来翻译托拉 你到辑意思吗 因此这里全是 Nomas 每一次都Nomas 可是这地方的Nomas 我们知道是谈律法 因为前面 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 谈到律法 还没有来之前 或者会说 律法是恶的吗 他会谈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一定是 谈摩西的律法 对不对 不会谈一些 普通法律 或者是 罗马帝国的反法律 或者是 巴比伦帝国的法律 这个完全不合理 对不对 比如说 我们在谈这个基本问题 律法是从摩西而来 实际上 托拉是摩西而来的时候 这个东西造成我更犯罪 那托拉是不是有罪 对不对 这个问题 Nomas是不是罪 这个一定是 如果说我们没有 突然间脱离 这个上下文的话 这个 每个地方用托拉 是谈的 每个地方用Nomas 谈的是托拉 我是这样解法 有些人是把它换掉 我知道 他们有些人在这地方 把这个律 把他们换成说 另外变成一个规律 像Norm 对 Norm 对 可是问题在哪里 他们 你怎么知道会换 我们如果一直在谈托拉 突然间变成一个 principle 一个原则 这个字用法就很奇怪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换起来 你如果 把那个 所有Norm 就是那个字出现的地方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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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的用法 对不对 我的走法 是一个解释方法 是 有些现在先 先解释说 他每次用 Norm 都在讲托拉 有些人不这样认为 OK 是的 那犯罪的托拉 对 如果托拉是 是什么 是原则 所以 上帝的 教导 或者是 摩西武经 是 对 是 是托拉 那犯罪的 也是托拉 有点不好 对对对 可是 他刚刚说托拉不是罪 可是他 清清楚地写到说 罪造 罪恶在我里头 引诱我 用托拉引诱我来犯罪 这个是不是一个缩写 整个这个概念 托拉 罪 用我里头的私欲 因着托拉来引诱我去犯罪 整个这个概念 会不会合在这个 罪的托拉这个词里头 因为之前还已经解释过 对不对 之前的T7 一向开始已经把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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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mechanism 这个 什么 机制 机制 怎么造成怎么造成 这个机制已经解释出来了 对不对 因为它可以 这里它可以缩写 用一个词 短短的词把它缩写下来 是有别的 有 你看别的 会有不同的解释 我这是 这是解释之一 我只能不能全解释 这是我 这是我的看法 OK 那在这里方 他呢 说感谢上帝 靠着我耶稣基督就脱离 这样看来 我心里服从这个 我的肉体却服从罪的托拉 OK 那今天我们从第八章开始看 如今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 因为 赐生命 圣灵的 托拉 OK 在耶稣基督里释放 使我脱离 罪和死的 托拉 这个字一直在出现 OK 怎么解释他 很大的问题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死的 托拉了 律法 托拉 既因 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这个地方一定是谈 摩西 对不对 那之前的两个字 就是 同一个字 下同一个字 就不谈摩西了 不谈摩西 摩西五进了 对不对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最深的形状 做了赎罪祭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使 托拉的义 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来是生命 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 就是与上帝为仇 因为不服上帝的托拉 也是不能服 不能不服 而且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 不能得上帝的喜欢 如果上帝的灵 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 乃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基督若在你心里 身体就因罪而死 心灵却因义而活 然而 叫基督耶稣 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记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 又活过来 这段经文蛮长的 我们得慢慢的 一节一节的看 可是我们一开始看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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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向 OK 这段经文从第五章开始 把连在一起 从第五章到这里 算是巅峰了 就是 结论在这里 从第五章开始 我们谈的是 有两个 有罪恶的国度 和恩典的国度 从亚当开始 全世界的罪的国度底下 对不对 这个罪的国底下 都是被神定罪 Kataquino ma 这个字 神要定罪 你说这是 从卓东瓦斯第二章开始的 神 神的 愤怒 在这个世界上看出来 因为他定他的罪 我们看这就是第五章 五章十五节二十一节 那时候 这才亚当 只是过犯不如恩赐 若因义人的过犯 众人都死了 何况上帝的恩典 比于那因耶稣基督 义人恩典中的 场次 其不更加倍地连到众人吗 因义人犯罪就定罪 也不如恩赐 原来审判是由义人而定罪 这地方出现了Kataquino ma 神要 这是定罪 是审判 把它 怎么说sentence 这是 决定你有罪 然后要你处罚 这是这个字的意思 这是一个法听 是一个法听的词 对不对 我们跳到第十八节 如此说来 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 你说整个这个第五章的故事 是谈 从亚当开始犯罪 造成众人都犯罪 到众人都被定罪 整个世界 在神的审判底下 这个词总共在新约出现三次 两次在这里 第三次呢 在第八章第一节 OK 第五章 世界定罪呢 第八章呢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 就不定罪 对不对 很清楚 对不对 整个这个第八章算是一个 第五章的回应 第五章是全世界定罪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第八章 在基督耶稣里头的不定罪 OK 这有没有问题 这是第五章第八章的关系 那我先看一下 如今 如今这个中文翻译系 跟英文翻译也是这样 它们里头有另外一个字 阿罗阿希腊文 它们没有翻译 是因此 没有翻译系 因为保罗写信 跟我们写信的方法不一样 我们是 因为 有这个 因为因此 这样子 对不对 等于说这关系是 A 然后呢 B 对不对 因此B 比如说这个 这B是靠 E靠A的 我们把原因放在前面 结果放在后面 结论放在后面 它不是 它是反过来的 因此 如果放在因此 它放在前面 结果很奇怪 它其实是 第三次节 第三次节是基础 第二节是靠在上面的 第一节在更上面 对不对 因此我们说 因此 因此什么词 后面 第三节 第四节 再看第二节 再看第一节 那现在基督耶稣里的 不定罪了 为什么不定罪 往后看 那我们先看几个词 如今 我们可以翻译成 现在 现在 不是未来 现在 比如说这个 这个末世 已经开始的 这个故事 在这里重新注重 不是说 以后有一天 不定罪 而是现在 人活一个 不受神审判 不受 活在恩典中的 世界里头的生存 不是到未来 因此 神的应许 在这世 已经达到了 已经开始做到了 因此 如今 在基督耶稣里头 就不定罪 那我们定罪 刚刚已经谈了这个词的意思 那谁不定罪呢 在基督耶稣里的 对不对 那我们说基督耶稣里是谁 我们刚刚第五章 第一章你谈过了 第一章第一章 第一章谈的是 那些跟与神 与进入 与进力进入耶稣 与神一同死 一同活的人 他们 是在耶稣基督里的 对不对 这些词都已经定义 已经谈过了 他们 如果是 进入了神的 神的国度 就不在罪的国度 他们就 他们就不在罪底下 他们就不受罪的审判 这怎么解释 这个算是 不定罪的问题 我们需要思考 我们通常 我们谈的是 通常说是一个 司法的概念 个人性司法性 我们一直要退后 一直要谈 要了解 这个是国度性 一开始我们的故事是 神把这块地交给人 让人当王 人反叛 变成一个罪的国度 这块地是神创造的 这是神应该控制的 我们一个反叛的国度 有一天 这个国度要毁掉 神要定他的罪 审判他 把他完全毁灭掉 那活在这个国度里头的人 都要被毁灭掉 对不对 这个基本了解 那如果说 那你 救出来什么意思 离开这个国度 就不受 他的罪 审判 对不对 不是他的定罪 如果说 我们空军要炸一个城市 那如果你从那个城市离开 你就不被炸 对不对 是这个概念 OK 是这个概念 你是在基督的意思里头 你就不受这个罪的国度的审判 这个整个这个国度 这个整个这个系统 神要毁灭掉 需要离开 对 这有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通常谈是个人 罪恶性的问题 我不受定罪 而不是一个团体系统性的了解 这地方罪 是一个国度 一直是 我们从第五章第六章开始 谈罪是国度 OK 那 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好的意思的词 赐生命的 圣灵的拖拉 这个词 保罗现在的拖拉字越来越多 刚刚是 肢体的拖拉 心理的拖拉 这边刚刚有犯罪的拖拉 现在有圣灵的拖拉 一直在 一直用这个词 他好像看到这个词 觉得很好玩 还要用它 对不对 那这段经文 拖拉这个字是一个是主题 它是让人释放 对不对 在基督 赐生命 赐生命圣灵的拖拉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OK 这个拖拉 释放了我 不是神释放了我 看没有 这已经很好玩 是拖拉释放了我 那怎么可能 我们刚刚不是谈拖拉 让你让你 把你 把你 关灭了吗 对不对 刚刚不是说罪恶的拖拉 我们不是说死亡的拖拉吗 对不对 因此我们要退一步 我们刚刚是 刚刚谈过说 那个整个那个词 死亡的拖拉那个词 是谈到罪 应用 我们自己的私欲 引着拖拉来 让我们更犯罪 让我们更取向死亡 现在圣灵的拖拉 是一个拖拉 不是罪控制 而是圣灵应用 在我们身上 反而让我们释放 你说这个拖拉 可以 拖拉在我们身上的功能 不是看拖拉 而是看谁在应用 对不对 罪可以用它 圣灵也可以用它 因此保罗要注重 保罗不要把拖拉丢掉 对不对 保罗不想把拖拉丢掉 它的意思一直是 我们要变成那些人 能够自动活出托拉来的人 我们等于说 神要求的 祂要造出一些人 能够达到祂的要求 可是这些达到的人 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也不是靠毅力 而是靠圣灵的帮助 而做出来的 有没有问题 这个有没有这个了解 如果这样子的话 身体软弱 我们刚刚在说 因为律法拖拉又回来又回来 拖拉基因身体软弱 就是有所不能行的 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罪身的形状 身体软弱 我们刚刚已经 第七章已经谈过了 拖拉应用我们 来让我们犯罪 因此拖拉没有办法自己救我们 我们身体的问题 我跳过 我们等一下谈最深的形状 和那个定罪案 我们跳过这第四节 使拖拉的意义 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成就在我们身上 其实我们一直在回应以前的 大家就蛮熟悉的 不守拖拉的人要受定罪 对不对 我们已经看到了 在耶稣基督里 人能够满足拖拉的要求 对不对 使拖拉的意义 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能够成就出来 人能够满足拖拉的要求 不只 我删说 不只指拖拉之宫 拖拉之宫是割离 对不对 是安息日 是那些形式上的那些东西 不谈那些 拖拉的要求是什么 是耶稣他们讲的 爱神 爱人如己 对不对 怎么样造出这些人来 对不对 人怎么能够爱神 人怎么能够爱人如己 这是基本问题 你可以一大堆规矩去守 你说想看 我们如果一大堆规矩 你要爱人如己 OK 你要怎么爱人如己 做这些东西 你做这些东西 为什么去做的 良心 我如果不做的话 良心会攻击我 或者有压力 别人会看我不好 名誉不好 对不对 反正我去做那些东西的原因 都是自己的需要 对不对 我需要去做这个 因为我里头有一些空虚 我需要满足 对不对 或者是我怕会被人指责 看得不好看 反正我不管做什么好事 多半都是为自己的原因 为了良心的原因 对不对 那我们这样一谈的话 爱人如己 绝对不是能够守规矩而达到 只能更新 我们等一下看到第八章结尾的时候 我们再回来讨论这个问题 神到底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你等一下看到 托拉有说 那个爱神爱人 对 那些是不是就是托拉底 对 就是托拉底 就是托拉底 到底托拉这个 它的 在我们身上成就出来 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样子 对 对不对 我们怎么样算是合乎了托拉 对 我们合乎 托拉的要求 到底怎么样达到 还是说不管 有些人说我们托拉不管 比如说托拉的要求 一些东西做不到 耶稣做到就好 对不对 做到一些 我们人算是挂名 蛮有 比如说我们才是罪人 都是完全罪人 没有改变的 没有公信的 可是我们看耶稣的意 那是没错 可是 没有达到神的目的 神的目的是要更新人类 更新世界 对不对 不只是旧人 我们 有时候看得太 把福音看得太狭窄了 看成个人的拯救 没有看到说 整个这个世界 这不是我在讲的 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 继续看下去 那随从 这个其实我刚才讲过了 随从 基督耶稣的生命 是依靠耶稣的灵而活的 对不对 使律法 这是使律法 使律法成就在我们 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对不对 这是了解 这个怎么达到的 这里头我要跳过第三节 因为第三节有两个问题 蛮困难的 第一是最深的形状 上帝拆解自己的身子 成为最深的形状 我们先把第三节 我们先把第三节检查 把它简单化一点 对不起 我们先看这个 希腊文这个字 希腊文指示 类似或一样 都可以 你说 可以说是分成 差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最深的 跟他相似的一样 最深 那就不是了 相似的就不是了 或者是完全一样 就是最深的形状 好像 你说这里好像强调耶稣 是他的人性 他真的是变成人了 可是他没有犯罪 他只是似乎 最深的形状而已 好像有这个意思在这里头 不是很清楚 第二部分 第三节最后部分 反正最困难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这个字很麻烦 什么意思 原文 在肉体中 他审判了罪 更清楚一点 定了罪案 我们实在不了解 什么意思 而且定谁罪案 希腊文是在肉体中 他审判了罪 罪受审判 这段经文解释的很困难 很多不同的解释 不管怎么讲说 不管怎么解释 我们去看 看退后一步 在耶稣的身体上 最受了审判与惩罚 怎么达到的 保罗没有解释 在这里没有解释 对不对 那我的解释方法 我说很多朋友说 我解释方法 都同时 如果不清楚了 我让保罗来解释 那如果保罗 我们等于说 我照第五章第六章 来了解 第五章第六章 已经解释了 耶稣的死 让罪恶 国度里头的人 能够与他同死 然后离开 那这个行动 是不是一种惩罚 一种定罪 罪的国度 他里头人控制 现在耶稣进去 把他门开了一个门 任何人想走都可以走 他控制不住 他抵挡不了 他没法阻挡 这个行动 是不是一种惩罚 是不是一种定罪 这是我的看法 可是因为这段经文里头 没有很仔细的详细解释 你看到他在罪案中 他在周体中 他审判了罪 然后呢第四集就跳过去了 他就停了 因此我只能用第五章 第五章来帮我的忙 而这个概念 脱离一个地的权柄 算是一种审判 我从 是这个概念的去埃及借用 这是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 神说 当那夜我要寻行埃及地 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 无论是人 是新主 都击杀了 我也要 这地方翻不对 不是败坏 也要 是阿萨 是法庭 Due Judgment 我要审判 埃及一切的神 我是耶和华 你说 我要攻击埃及的地 让我的人能够脱离 这个行动是一种审判他的神 那如果这块整个世界是罪是神的话 那是不是把门打开 让人随便逃离的话 是不是一个一种审判 整个世界的神 就是罪恶和撒撒的 就是 我们保罗没有那么清楚解释的时候 这是我的看法 这是保罗的意思 是的 在肉体中 你讲的这个东西就可以想 他是死了以后 开了一扇 哦 没有啊 他在肉体中 他被钉了 对对 可是第五章怎么写 人是因他在实际上死 因此人与他同死 对不对 因此这个肉体非常重要 不是复活 OK 因为人什么时候逃离 那个是罪恶的国度 不是复活逃离的 复活表示他战胜的罪 对 你可以这样说 可是保罗没有这样说 对不对 保罗说是死在身体上 他是定死在 是死在实际上 做了赎罪祭的问题 对不对 那赎罪祭 通常没有这个 这个审判的意思在里头 审判罪的意思在里头 因此我认为他是跟第五章 连在一起 你想想看 那个第五章的比喻是什么 你如果死了 你就不是罪的奴婆 对不对 因此不是复活的时候 让你逃离 而是死的时候让你逃离 对不对 你说耶稣的基督的死 是一个 因为回到mechanism 你刚刚怎么翻的 机制 这个字我从来没学过 这个字我从来没学过 机制 机制 是一个机制 让我们能够加入他 一起死 他就是一个代表性的死亡 他死 我们就算是死了 对不对 如果我们算是死了 我们就跟这个罪的国度分开了 我们算是离籍了 没有家谱了 没有那个residency 没有不算国民了 我们就算死掉 律法上我们死了 因此逃离的地方 是十字架上逃离 而不是复活逃离 复活是什么呢 是与他同活在 进入神的国度 恩典的国度里头 你重新看第五章 第六章 对不对 他谈的就是这个故事 就是第六章 对不对 是这个解观点 因此 审判的地方 我认为是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把门打开了 对 门打开是逃离罪恶的逃 是死的门打开了 进天国的 进入天国的门呢 是复活他才打开 双方便 这个 还没有完进去 有点 就是他的死 他死没表 他的死不表 是他战略的 全人都死 对对对 所以他死了很难 对对 对对 OK 那这样说法好啊 他的复活 让我们知道他的死是有效的 对不对 他如果没有复活 他的死是没用的 因他复活 因此我们知道他的死 是真正审判的罪 对 比如说是罪 是审判在死亡上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实呢 因为他复活了 复活让我们知道这确定是发生的 OK OK 好 还有别的问题 哇 我们时间过得很快 终于到第五节了 我们刚刚看到随从肉体人体贴肉体的事 对不对 这个字 随从肉体的人 这个字不容易翻 因为他的英文 希腊文是ontes 是一个是 verb to be 是 to be 怎么翻的 就是 是 我只能翻成是 怎么解释 我不能把它翻出来 我的意思是说 他指的是人性 不是指行为 不是说随从肉体不是一个行动的 而是一个 他是属于他的 跟他是算是被肉体控制他的 他的基本的人性 另外是一个圣灵基本的人性 你说是人分成两类 两种人 OK 人分成两种人 在耶稣来以后分成人分成两种 第一种是属于肉体的人 这些人呢 他们会自动去体贴肉体的事情 属于圣灵 因为他被圣灵完全 我们说 他你的人性被他被圣灵控制的时候 他的 他是体贴 他会自动体贴圣灵的事情 对不对 因此 重点是改变 转变 更新 对不对 那肉体的人呢 是与神敌对的 这里写出来了 手托拉 不能得神的喜悦 对 那属 圣灵的 就不一样 对不对 那我刚刚谈到的这个地方 我们 这个 因此我说这个很重要 这个人性与行为的关系很重要 行为里头不谈控制行为 他谈更新人性 OK 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关系 人性 因此行为 行为改变 而不是改变行为 改变行为 改变行为 因此很多人说 耶稣六徒教是叫人为善 不是 不是 是与神力关系 恢复 恢复 这个亲密的关系 被圣灵改变 更新 变成另外一个人 OK 变成另外的人的时候呢 他活出来的这个行为 就是 他是一个 我们要不传说 我们做好事为什么 都是为了 心里 心里有需要 为自己的行动 一个圣灵改变的人 他不是心虚的 他不是说 我要做好事 为了名誉 我要做好事 因为我良心 你心里都不良 我做好事 我做的事情 我应该做的 就是自动出来的 我是神的儿女 这些事情我应该做的 自然出来的 没有压力的 就自动活出来 不需要在那边 你知道 就是自动 是自动的 OK 因此 我们追求的 不是每天看我们自己的犯罪 不犯罪的行动 追求是亲近神 他另外那边 神 在我们身上工作 让他出来 对不对 那这段经文里头 很有趣的地方 开始的这地方 你看到没有 你属肉体的人 不能得上帝喜欢 可是上帝的灵主在你们 就不是肉体 你们属上帝了 属上帝的是谁呢 是上帝的灵主在你们心里 那这个上帝的灵 第九节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有基督的灵 上帝的灵 有不同的灵 还是一个 对不对 比如说 这个概念 他在那边把基督的灵 和上帝的灵 连在一起 他说你没有上帝的灵 你就不属上帝 你没有基督的灵 你就不属基督 对不对 那这个了解的 你说是 可是这样 你有基督的灵 然后基督又住在你心里 这些概念 我们说怎么把它连在一起 我们刚刚已经 其实我们从第五章 第六章 基础已经打了 我们人 进入基督 与他合一 一同死 一同活 活的时候 你就不是 这个不是说 我加入了基督逃走了 然后出来以后就离开了 没有 你加入基督以后呢 你留在基督里头 你没有走 对不对 在基督 变成 等于基督变成一个 神的 国度的一个范围 人加进去了 如果你加在基督里头的话 你在基督里头 基督的灵就在你里头 你跟他混在一起 对不对 因此 基督灵在你里头 他在你心里 你在他里头 你就活了 这里他提到说 有上帝的灵 对 他提到说有基督的灵 对 那 他是不是 换那个灵词 还是说 现在我们有圣灵 是一个不同的位格 对上位体的观点 这个灵词跟第三个 这个很麻烦 因为这个问题是 我们谈圣灵的位格 谈三位体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 我们跳了一些时间 因为这个位格这个问题 一直到第三世纪 他开始讨论 比如说 主后两百多年的 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之前 保罗这个时代 好像 没有把这个问题 仔细地谈清楚 上帝的灵 耶稣的灵 圣灵 讲同样的东西吗 还是不同的东西 对不对 我认为在保罗里头 看思想里头 他讲的是同样的东西 因为圣灵 和在旧约 圣灵和 上帝的灵是一样的 是同一个东西 The Spirit of God 和 Holy Spirit 在旧约灵 是讲同样的东西 是从上帝而来的 这里头呢 也有个基督的灵 那我认为他 他谈基督的原因 是因为 保罗的概念是 我们加入了基督 对不对 因此 我们混跟基督的灵 在一起 因此 保罗的观点是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灵是跟圣灵 是一样的灵的话 我们就跟上帝 合在一起 对不对 这个灵在一起 他会把这两个概念 混在一起 故意将混在一起 让你知道 你跟基督亲密 其实是跟上帝亲密 因此 我们聚下去 他要走这个方向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可以看他走这个方向 可是问得很好 这些词的问题 在这一方 保罗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用那么多不同的词 谈同一个东西 是很有问题的 那我们 我们跟从圣灵的 有生命平安 有复活的保证 对不对 可是 他还没谈完 再继续下去 弟兄们 这样看来 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 去顺从肉体活着 你们若顺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死 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 都是上帝的儿子 又回来了 上帝的灵引出来了 你们所受的 不是奴仆的心 乃就害怕 所受的 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 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即使儿女 便是后世 就是上帝的后世 和基督同做后世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荣耀 OK 前面的概念很简单 他又回到原来这个比喻 你不欠肉体任何东西 你不欠罪的国度 你不欠 你不欠那个债 你已经走了 已经死掉了 你跟那个无关了 对不对 他给你的公价是死的 你为什么要走那个方向 你不欠他 你欠的是谁 欠的是神 对不对 我们不欠肉体的债 我们其实说实在欠的是神 对 可是 如果我们欠的是神的话 我们是不是奴仆 神的奴仆 对不对 我欠他债 我现在要侍奉他 我是他的奴仆 他说不是啊 你没了解 你们还没有搞清楚 OK 因为你们被上帝领导的 就是上帝的儿子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刚刚我们从第五章六章的比喻 是从上帝 从当罪的奴仆 变成神的奴仆 对不对 改变主人了 他说现在你不了解 这种奴仆是另外一种奴仆 这种奴仆是一个得到儿女被领养的奴仆的方向 你这个奴仆不是一个神是神那么远 神是那么远 我是他的神是的仆人 我怕神啊 这个不是那种态度 像伊斯兰教 像伊斯兰教就把神看得很高很高 我们人都是神的奴仆 对不对 基督教完全不一样 基督教说你不了解 耶稣既然为你死 国王为你死 那你的地位一定是很高的 对不对 因此我们救出来 与耶稣合一 有上帝的灵在我们里头 对不对 因此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仙 如果我们与耶稣合一的话 我们怎么能算是奴仆呢 对不对 他怎么说的嘛 你所受的是儿子的仙 为什么是儿子的仙呢 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如果你跟他合一 他如果代表性的 代表你死 代表你活 他在神面前是不是代表你 你的位子根本是跟他是一样的 对不对 因此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 对不对 这是我们亲密特权的关系 啊我们现在突然退一步了解了 刚刚我们说 我们人改变更新 不是因为自己虚空 需要服从规矩 而是我们人的更新 这个更新从哪里来的 是惊艳到神的恩典和神的爱 我们说啊我们被完全接受 我们原来以为是罪的奴仆 被神为我们死救出来 抬我们起来 给我们上帝的灵 让我们跟耶稣基督合一 然后呢 我们突然间看到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哇 那这样的话 我在世界上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态度 这个世界是我爸爸的 对不对 如果你有个爸爸蛮有钱的 他有个大公司 你走进去 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态度 如果你开始 爸爸说 我让你做一个开始 以后你是当老板的 可是你现在要慢慢 我要你从低层开始工作上去 对不对 那你在那边分信 或者是打字 对不对 帮忙帮忙 刚刚年轻了嘛 刚刚熟悉这个生意 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你会说 这个工作好无聊好惨 没有没有 你说我在学习我了解 这个工作 这个公司 哇这样做的 你不会觉得说 我那么小 我那么默默无闻 我没有地位 你看的是说 这个生意 我这个观点 我这个可以有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我来学习 因为这以后是我的 态度不一样 态度不一样 不是说我要在那边殷勤工作 因为我需要怎么样 没有 这以后都是我的嘛 因此我要这公司好 因为以后是我的 这种态度 让我们开始了解 神要求 我们走在这世界上 这个世界 是我爸爸的 我为什么爱护这个世界 因为是我爸爸的 这个国度为什么要做 因为是我爸爸的 以后是我的 哪里是我的 既是儿女 便是后四 这不是我变的 他的方向越来越 他走这个方向 慢慢走下去 你跟耶稣和好 跟他亲密 变成儿女 这又怎么样呢 变成后四 就是上帝的后四 和基督同做后四 那这后四是什么呢 弥赛亚的遗产是什么 神要给弥赛亚是什么 以色列其实在旧位里头 以色列就是全世界 我们与耶稣同治理这个世界 你说这个概念 从哪里来的 从创世纪第一章就来了 神为什么创造人 要治理世界 对不对 上帝原来的意向是什么 人与神亲密的关系 在神的指导和爱护底下 人治理这个世界 给他自由地创 要治理这个世界 现在要恢复创世纪第一章 恢复伊甸园的意向 对不对 这是原来神的目的 就一直到现在达到 这是他达到的地方 对不对 我们看这里看到 因此人都太了解 如果你是后四 这个世界的后四 以后你要治理这个世界的话 你活出这个意识 你这个意识来 你活的生命方向 绝对不一样 绝对不是一个 我需要做好事 是因为人家要给我好名誉的概念 绝对不是这样子 完全转变 对不对 完全转变 是的 这个天父的观点 阿巴夫 天父的观点 在就业里面 没有什么观点 神的观点 是不是从事开始 跟天父的观点 天父这个概念 在就业里头 神算 把以色列算他的儿子 例如说 他把 以色列整个国家 算是他的儿子 这个词在就业出现过 在出现 把王位 算是他的儿子 例如说 在大卫 算是王 你看诗篇第二篇 你看十二篇 十八十九篇 你看那些 就业这些 他们把 国王当成儿子 因此当耶稣神的儿子 和治理世界 是连在一起的概念 是 其实我们中国人 也是有这个天子 天子的概念 对 我们的皇帝是天子 对 他就是天下来的 那位儿子 对 你说这个 这个国王是神 有点神性 是古代世界 经常发生的事情 在埃及也是 巴比伦也是 迦南地也是 中国也是 对不对 神的儿子跟王位 因此在这里 我们变成神的儿子 他们说 你变成神的儿子 那你是要治理 没错 我们要治理世界 我们是后子 这个概念是 他们连在一起的 我们没有把这个连在一起 因为我们已经是引脱节了 我们不把这个公共关系连在一起 在这里很清楚 对不对 教法八复 因此呢 如果既是儿女 便是后子 后子是什么呢 是能够治理这个世界 那哪里有写治理这个世界呢 OK 那一同受苦 必他一同荣得荣耀 OK 我还没有 我说你 Charles你这里哪里有写 治理世界 第十八节 一句下去 这故事没有结束 我想 现在 的苦处 若比起将来要贤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 我们现在苦 可是未来的荣耀 未来的 的盼望是什么样的 第十八十九节 受造之物 切忘 什么呢 等候谁啊 上帝的儿子耶稣 有没有了解创世纪第一章的观念 有没有了解创世纪第一章的观念 其创世纪第一章的概念 神创造的世界 把这个人当他的王 治理他 人反叛的时候 神又没有说 OK世界不给你了 交给我 还回来 没有 你看是怎么写的 第二十节 因为受造之物 浮在虚空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 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那谁叫他如此的 神叫他如此 对不对 神 说我把这个 醋造之物交给了人 他们反叛 我没有把他拿走 因此这个世界 一同败坏下去 你看这个 就这个创世纪的概念 你看到第六章 挪亚 在他挪亚的时候 人的败坏 败坏了地 地 创造物开始败坏了 到第九章的时候 你开始说奇怪 为什么有一些规矩 说是动物不能吃人 有些规矩就是杀 吃人的动物要杀掉 哦 动物开始吃人了 世界的顺序开始颠倒 开始出问题了 原来是设立人治理世界的 现在这个世界开始反它 地反它 不好好地种 对不对 你种它不长 你们种菜的人知道 两天不拔草 对不对 这个地不听话 这个地是烦你的 OK 然后呢 如果野草不来 小兔子来了 对不对 你们知道了 这个世界不听话 这个地不听话 如果我算是治理这个地的 为什么地不听话 因为我们人跟神断离关系的时候 这个世界跟我们开始的密集有冲突 这个世界应该是服从我们的世界 它才是给我们冲突的世界 这个冲突开始的时候 它变成浮在虚空之下 对不对 它在等什么呢 对 受造之物仍然指望 能脱离败坏的瑕疵 得享受呢 什么 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 它的等什么 等了一些神指派当王的男女 恢复到神的荣耀 活出神所要的 这些人在治理的时候 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个世界的时候 啊 终于 大到 这个世界 这个宇宙 在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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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中文用说虚空这个字 对 英文是说subjective frustration Frustration 那真正的是什么 不记得 Frustration你知道虚空吗 对我知道 你说它是futility 就是没有那个 没有 Frustration 这个地方虚空和 它是失去它的功能 Futility 它是徒劳 你说它做不出它该做的 是个基本的意思 它有它的功能 它没有办法打到它的功能 它说你说创造这个宇宙的功能是什么 这宇宙的功能是跟人的关系基础 像人的基础是跟神的关系 对不对 你跟你最基本的原因的关系断 你的功能就失去了 对不对 好像一个被面包机拔掉了电 它是虚空了 它是Frustration 它做不出它该做的 因为它跟它基础的关系断 我们跟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有个非常重要的 中心的角色 这里谈的 不是谈耶稣 他是在谈我们 因此让你了解说 如果第八章了解了以后 我们对在世界上的行为行动 完全改变了 我们是谁 我们做什么 完全改变了 我们时间不多 我们继续把地方看完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叹息 劳苦 直到如此 OK 整个宇宙在那边叹息 在那边等 对不对 然后呢 二三节 不但这个宇宙在等 我们也在等 不但如此 我们有着圣灵出果结果子的人 刚刚出果的 刚开始 刚开始改变的人 我们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着儿子的名分 对不对 仍是我们身体得数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 就必忍耐等候 OK 对不起 跳舞球 对不起 对不起 最后一个 OK 这个等候 这个叹息 是一个 这个词 是 形容一个 妇女在生产的词 OK 在这里出现三次 洗手 第三次 我们下次来看才看得到 因为不只是所造之物在那边叹息 我们也在叹息 最后呢 圣灵也在叹息 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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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要生孩子 生一个生孩子 对不对 一个新创造 对不对 新创造 OK 那我们在等候呢 这个孩子生下来 那这个圣灵是初结果子 OK 一开始已经有了 这股果子是一个印证 对不对 让我们看到 我们看 生命 我们开始生命改变了 我们说 这个有着改变 可是能达到完全的荣耀吗 对不对 可是我们看到改变 我们说 啊 以后 我们可以完全得到 我们这边已经看见到 那我们看见到以后 我们就 以后看到那个盼望 我们盼望 就是可以有信心的 有自信的可以看盼望 因此 基督徒 我们基本的经验 是一个盼望的经验 对不对 我们生存 我们加入了这个新的世界 这个新的国度 没有完全来到 这个新的国度 来与我们圣灵 给我们初结的果子 它在我们身上更新 可是没有完全达到 我们一直在往未来 等候盼望 这是基督徒的基本经验 可是我们的盼望 不会落空 因为我们看到神所做的 神的作为 在看 祂爱我们 祂不会把我们放弃掉 那整个世界在等候 这个宇宙 我们 你们看看这个世界 是不是一个 叹息的世界 是一个劳苦的世界 是一个在神 在虚空之下 这个世界 是不是讲说 圣灵初届的国度 是的 是一个 description呢 还是一个object 圣灵的国度 有几个 对对对 你是object 是说其中是一波 我们已经有了 还是说 这是一个process 等于说 他在意思说 像我们 这是一个past 这是一个我们已经有了 对不对 像我们 就是我们这有 圣灵初结果子的 等于说 形容我们人 等于说 他这个词是 在形容一些人 这些人已经 在耶稣基督里头了 他们里头已经有初结果子了 他们因为看到这个初结果子 他们更渴望 以后的 我没有完全了解你的问题 他说 我们这里是有 圣灵初结果子 对 所以说 我们就是有的 圣灵的几个国 但是我们那个 分量还不多 还是说 我们就是 OK 我了解你的意思 我想这个比喻 我想这个比喻 我想是 在这个地方要分成两种 如果是初结的是 刚刚开始长 对不对 而不是说 你说这个段经文 和加拉太书 谈的那些果子 我想是 同一种比喻 可是不能把它混在一起 他在这里 不是要去谈说 圣灵的果子 他的意思是说 只是一个 你看到果子 刚开始 你知道以后有更好的 是 所以说这个地方 只是一个contrast 刚开始和以后 而不是注重哪种果子 哪种果子 而不是说 你的问题是不是说 我们有些果子是刚开始的 有些果子是以后的 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同的果子 他这里没有 我想没有走这个方向 因为圣灵的果子 他没有在仔细讲 说哪个果子 是先的哪个果子 是后的 对不对 没有这个意思 只能说是一个初性的 他说OK 他初性的就是 我们看得到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得到 人的生命的更新 可是没有完全 可是道理是哪种 比较不太清楚 比较不太清楚 是 这个老苦叹息 我们跟这个当时 这个老师说的 这个末世 这是什么 末世 末世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末日 对 世间末日 老在 网上到处传这个 哦这个 对 我觉得好像有那个 我看这个新闻 有一个人说 我不相信是真的 但是我 希望他来 他说整天 为这个生活 要考试 找工作 出发 就是他说 人活的就是一个罪 哈哈 他说我们 活的 其实死就是要勇气 活的 哦 死这个勇气 比活的要更大 其实你说实在 你看 我们这个世界 是 一半一半的世界 有好有坏 你说是坏 不能说全坏 有美丽的地方 有漂亮的地方 有爱的地方 有善的地方 可是你说的好 又不行 对不对 是一个 一半一半的世界 那 可是你活的时候呢 你 烦恼 有苦处 可是有些人就这样 尽量继续冲得下去 对不对 可是就在 有这个感受说 哎呀 再等候 希望有更好的再来 对 这是全世界人的感觉 经验 对不对 可是在圣经里头 我们的盼望的对象 是神 其他人盼望 是一个没有盼望 他们是一个没有 没有那个对象的盼望 我在hope什么 不知道 突然间世界结束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盼望的是一个 是一个神在我们身上的行动 最后在整个全世界上的行动 所以我们等候这个 不是 第25节我怎么组织 我的理解 好像就是好像说 我们的盼望 是看不见的 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必须忍耐忍耐 对 因为我还没看到 对 但不是已经接了一点我 对呀 那我还能看到吗 哈哈哈哈 OK 那我这样解释 好 我们 你盼望是两种 盼望是 第一点 什么算是盼望 你盼望的对象 需要还没有达到 要不你就不是盼望 已经有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 我们盼望有基础 没有基础的话 盼望是空虚的盼望 我们是虚妄 是梦想 对不对 盼望是 anticipate with confidence 有信心的等候 对不对 那你的等候表示还没有到 你信心表示有开始 对不对 因此出果子 出果子看到了 可是买了果子 没看到 因此有信心 可是还是等 对 不能很好 对 因为什么 出处的果子 你就尝到一点 在神里的永远 甘甜 你尝到一点 对 但是没有完全 你就盼望将来有一些 完全没有神里 对 那才有道理 对 可是如果没有那个的话 如果完全没看到的话 没有盼望 不知道怎么盼 你不知道盼什么 对不对 我们在基督律里 一定要经验到神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盼什么 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个神 你怎么说 我们如果在教会里头的人 弟兄弟的关系 没有改变 没有更新上的改变的话 我们怎么以后说 我们大概就是一体 那完全是抽象性 对不对 我们需要先经验到 互相原谅 互相相爱 互相关怀 如果要不然的话 完全是抽象的 完全是指上谈兵 对不对 抽象 那就是看不见 那就是完全看不见 因为在这个地方 他说的意思 说的是 有果子 可是真正满的 没有看见 你完全看不见的话 根本不知道在盼望 什么东西 对不对 我怎么知道 我说很多基督徒 不想成圣 对成圣没有兴趣 我觉得你一开始 这个行动的时候 你会说 哇 这个等不及要求的 我要变成一个成熟的人 我要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 我要有一个耐心的人 这个 你为什么会想要这个 因为你得到了一点点 这个很好 这个比以前好 如果没有那个经验的话 你不会想要 对不对 耐心好像 不太想要 对不对 因为我们对基督徒 有些那些造出来的形象 我们对他没有太大兴趣 因此那么多人说 我等死前信主走好 对不对 好像当基督徒没有意思 当基督徒不好 是一个不好的经验 他们那些人没有经验到这个出国子 他们不知道他们 what they're missing 他们不知道他们 丢掉什么东西 OK 当基督徒不只得以后上天堂 当基督徒在世上的改变 在成熟的果子 是生命英雄 OK 问得很好 我们已经过时间了 我们来 我们祷告 然后我们 你还有个问题 我们来留下来谈一谈 上天 我看到你的意象 我就是 我跟你 我就是看的是优美的意象 我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你有这个盼望 可是我们 没有罗马书 我们不知道整个宇宙在等候我们 等候我们自由的荣耀显现出来 我们有这个盼望 有这个护照 求主让我们 让这个了解深入我们的心 让我们了解你的恩典 你的爱 让我们活出来的 不是自己的虚空 不是自己的 对规矩的反应 而是活出你儿女的伤口爱 让我们真正相信 真正了解 我们自己是谁 在这个时间里 你的儿子降生的时代 我们纪念 他的降生 也在我们也在 叹息等候 新生命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这个教会身上 在你的国度 在这个世界上出来 我们等候 我们有盼望 因为我们已经看见到 因此我们盼望不许可 我们忍耐等候 当高佛祇是命中 阿们